在這個今年台南市政府担到基盤全國運動會 當時便利到經費徵修到運動中館 基準台南市立北只有求中 是花了一千多萬來做徵修 但最近議員創中和射接到之前 徵修後的徵修 雅主義的設備無法使用 超費沒有財到最財頭很多 向後議會民進教育小組就正說會看 這期特許救一千多萬的工程是怎麼做驗修 這個廠商做完了後續呢 我們政府的把關在哪裡 在哪裡 你這個都沒做好 排水系統前後不一 然後包括剛剛那個沒有移的部分 再來為什麼草地沒有去做這個整治 那也希望市政府要針對發泡廠商 做一個嚴格的把關 本身就是只有求王出身的 體育局長存量前的標誌 今年在發行超費沒有很多 體育局就將求長收回來 請向上來的經理 未來的請委員會管理 讓選手有一個安裝速食的環境打球 暫時提及收回來自行管理 那這段期間我們開始找廠商要來做一些 像這個打洞啦然後施肥啦 然後再來讓這些草皮讓洗手衛生 那未來我們把它整理好了以後 我們會提供給委員會來做任養管理 那我們最主要也是要讓我們的選手在這邊 有一個好的環境來比賽來訓練 這樣才不會受傷 後收集中地委員會管理 中央體育局主行管理 並且是開放人用 甚至委託經營管理 後來白日就三合 結論中邀請相關人網說明 面對中央有質疑的問題 真一步厘清 記者屬於荷蘭苦彩方不得